台股震荡洗盘之后 目前看到买盘再度的攻击指数又大涨 快要毕竟有百点的幅度 那事实上今天其实在大型的群众个股当中 还是有一些稳盘的作用做发生 尤其包括在瑞玉持续走高之下 那今天包括联发科再度的创下新天价 所以发现那联发科成为在这一波群职股个股当中 先行把前高做了一个突破 甚至写下历史的新高水准 所以联发科创高代表的意义 甚至它带起在周边的 不管是高架股IC设计 还有哪一些受惠的空间跟题材 这个部分也值得做观察 另外看到签盘的权重个股当中 还有包括像是在莲永 像维影的部分 大力光现在也出现了反弹的回神 在台化跟华硕 广达统一涨幅都超过百分之一 不过今天大盘出现在结构上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发现到好多的跌身股 在封关前倒数的第三个交易日 这个时候的反弹也蛮魔人了 到底是要买还是要卖 又怕说只是短线基础性的反弹会不会只涨一天 但是说如果长期套牢的话 涨一天要卖吗 这个时候也值得做观察 那包括像是航运 包括像太阳能之外 风力发电 光学镜头跟升级 这五大族群 蝶身的族群 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做关注 同时因为在台股这个今年封关 十一天的一个时间在雅谷当中最久 所以接下来封关之后 那假期结束之后 那开红盘这个时候就会反映在所有 各股元月份的营收表现 所以到底元月份营收 这一次怎么样来多空的进行压保 我们要带您来继续请教的是 范振宏分析师 振宏你好 早安 范平早 观众朋友大家早 老师 虽然快要封关了 但是好多功课要做 您帮大家怎么观察 好 那我们要先回来看大盘 因为大盘在昨天是开高走高 那一次是站回时日线跟月线 所以短线从技术面上来看 其实是有避免这个月线下弯成反压 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在怕这个说 封关前会不会就在低档震荡 然后月线会转压 封关回来之后可能会不会继续修正 那其实在前几次的连线 甚至上礼拜就我都跟大家提到 这一次的修正怎么算 因为目前也来说 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头部而已 所以这次再怎么修正 都还是只是属于一个多头里面的 一个就是短期的修正 那大家基本上还是 就是应该说后市还是看多 因为基本上在几个重要指标 因为美元没有出现强升 那FED连总会上礼拜的内容 也没有说出现所谓的要紧缩 那台币的部分 台币这个部分最近也没有出现说 强烈的建制力贬值 就是有出现这个资金外逃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就台湾这M1B跟M2 这个货币供给颜程率 还是持续在做创高 所以短线的支线等等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边是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一个大崩盘的风险 那但是回到这个封关这个部分 大提花爆股过年 那我看法还是一样 就是说大家一样可以维持 大概说两成到三成 但是如果你对目前你手上爆的股票 比较偏中长线的 你很有信心的话 当然资金比重可以再高一点 那当然是说是封关这个 我们休息共休息五个交易日 大家也会想 也会担心说 会不会休息七个交易日 不是五个交易日 那大家也会担心说 这个期间会不会国际 以后会有什么状况 那所以当然是说 降低一点 这比重安心过年也是好的 那当然是说再来看今天台股 这个大盘的部分今天是续涨的 那但是今天量是明显的缩下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短线的在 昨天算是达成个阶段性任务 大盘把指数拉到月线跟时日线之上 稳盘之后这两天应该会进 接下来到封关应该会进行一个量所整理 那量所整理过程可能就是 全资股会进行休息 那全资股进行休息的状况下 其实资金就有机会跑进一些 过去跌生的一些中小型股 或者是相对于大盘的强势股 这个身上 那所以看到其实昨天 昨天的航运股 我还记得昨天早盘的时候 那个我才讲了航运股 说其实在过完年后 虽然报价有触顶的这个风险 但是问题是第二季第三季 其实才真正迎来货贵运的旺季 那所以就连续谈了两天 那当然我也是跟大家提醒 说以长宗为例好了 因为长宗月线目前还是持续在下压 今天其实也撞到了月线 所以如果说比如说 你自己手上持股 有强劲反弹 碰到月线反压的 其实可以留意可以输出说 先出一趟 就是减码 那等到说底部再更扎实之后 再去把它买回来 这可以大家去做观察 那另外就刚才有提到说 营收公布的部分 因为基本上这次营收公布 会因为会卡到这个扩年 因为到了这个 要到了17号才那个 青春开红盘 所以等于说会跨过 这个10号 所以等于说17号那天会 等于说没有公布 在封关前没有公布营收的公司 会在这一天就全部都做公布 那大家就可以特别留意 在封关前有哪些公司先公布了 那其实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整个大盘在修整过程 大家要找一种股票 叫做比大盘强势的 就是异线的 甚至月线都没有跌破 那其实我默默的在发现 就是之前有一个强額族群 叫做高尔富球族群 像这个8924的大田 跟8938的这个民安 其实他们是反而是逆势大盘 是站回季线的 那短线是表现相对强势 那大田昨天呢 其实他就提前公布营收了 他营收年增率呢 其实是非常强劲 来到53.65% 是创了五年的新高 那其实他最近 去年的题材 其实就不少 一方面是受惠欧美疫情 或户外运动的概念 那另外呢 其实这个疫情呢 也使得整个高尔富球的年龄层 下降 本来可能是 四十几岁的人在打的 那现在可能是 慢慢年轻 因为不能去打篮球了 因为打篮球 就会有那个社交距离的问题 那大家都跑来打高尔富球 所以整个街端 这个街端状况 也是非常畅旺 那加上去年 因为疫情关系整个库存有掉下来 其实最近其实都 持续所在一个补库存的一个状态 那整个公司是出来展望 也是说 今年上半年 整个街端非常畅旺 那另外就是不要忘记 他下半年 还有一个新的干头要上市 所以今年的全年的营收 跟这个展望 其实都非常的正向 那当然说 就有机会去带动 整个高尔富球族群 因为像明安 或是6670的附胜应用 也是在这个 高尔富球里面 或像是台湾 全球算是蛮知名的厂商 那另外大田的部分 EPS大概是6.5到7 2020年就孤了 6.5到7 其实目前本益比 大概就在10倍左右 那今天其实早盘 是有受这个营收利多的 那个利多的影响 就是开高走高 其实是有创下 这个近期的高点 那目前虽然稍微回落 不过再看 这个今年全年度的 这个营收展望 这样正向中 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做关注 那当然说像 同族群的 因为我们说族群效应 所以像这个8938的明安 其实也是在这一次表现上 也是先站回了季限 那当然说6670的附胜应用 可能是稍微弱势一点 所以今天才有出现一个抢攻 那在有修正状况下 我觉得大家可以 去做一个留意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目前为止 到底在封关之前 哪一些多头的指标 还只能够来做这个比较观察 甚至逢低的来做承接的一个方向